他就讀香港大学的会计及金融系二年级 他在小学就开始接触跳远 到现在已经有九年 他在2013年的中学学界比赛 就以7米64打破香港纪录 而在2014年更不断突破自己 包括在亚洲青年田径錦标赛 脱出7米70的成绩 之后在仁川亚运以7米73再破纪录 在未来他有一个8米计划 争取奥运入场圈 年年36岁的骨井证人出生于日本 因工作关系在香港居住已超过8年 而外举重运动的骨井证人 在2014年继续有好表现 先在3月香港建历錦标赛 建历三项得到冠军 再在9月吉尔吉斯举行的 亚洲俄推举錦标赛 俄推举得冠军 之后锐不可挡 在10月的香港俄推举錦标赛 俄推举成功做出265公斤 赢冠军之余 还打破自己和香港纪录 没有比赛的时候 还义务担任教练培育伸血 是香港运动员的典范 近乔宁香港武术队的大师姐 在10月中预告 Ou打破自己的项目 大概就是采取到 大师妹的孔中颂 预告 已出现了